你就是無聊 你真的無聊 國憲法問題全部解決 不然你再回答 對 你用這個沒有辦法掩飾啦 沒有辦法掩飾你的胡偉啦 我老百姓要知道 我反對 用人身攻擊的方式 委員 主席 主席要處理 連這個都要拗啊 你人身攻擊你也在拗啊 我人身攻擊是我的評論啊 這是可受攻擊的事啊 人身攻擊就是評論是不是 我沒有人 第一個我沒有人身攻擊 但是我的評論是你無能 你無為 你無能 我不怕啊 我不怕啊 美國呢 他在10月17號的時候呢 他是將近有1000美國公民離開以色列 奇怪 同樣的都是政府 你認為沒有撤僑的必要 美國認為有撤僑的必要 那也沒關係 你就說 因為國籍不同嘛 對不對 但我要再請教一下 我覺得委員 委員講的這個部分 你讓我問完我的題目 那你 你講的這個部分 我還沒講完我的題目嘛 你講的這個部分不確實的話 你也要給我機會來回答 不是 等一下啊 你講的這個部分不確實啊 今天憲法裡面規定的是 你有被尋的義務喔 憲法規定的是 這個是我們的 你有被尋的義務 我的題目還沒有問完喔 我的問題問完的是 我有被尋的義務 我現在還沒到 你可以講話的時間嗎 我的題目還沒問完呢 你囂張成這個樣子 我沒有囂張 你的態度 就是說明了 你今天 你剛才前面講 你有苦名所苦 你苦了什麼名所苦 我今天講說 你以巴撤僑的部分 為什麼該由你外交部來決定 你都問了問題 你都問了問題了 然後我這邊沒有辦法回答 你必須要用你這樣的態度 今天我們的僑民在以色列 你問了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 當他認為有撤僑的必要的時候 為什麼該由你外交部來決定 你外交部不難道是協助我們的僑民嗎 然後我都沒有辦法回答嗎 因為我的題目還沒問完 我告訴你的就是說 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到底是問題目還是在罵人 部長請那個李委員 把問題說完你再回答 那說完我可以回答 當然啦 我還沒說完 奇怪了對不對 因為我在看到總資訊的時候 你問問題 然後等到院長要回答的時候 你又不給他回答 部長請你李委員 把問題提出來 因為院長被你們誤導啦 我擔心他又被你們誤導啦 所以今天的情形呢 你現在是講10月13號外交部 認為沒有立即撤僑 必要是假的 我今天問你的就是說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很好 那為什麼決定是由你做 不是由我們的僑民自己做呢 然後更何況 你們去問了我們的僑民了 你們僑民全部都說 我們僑民一個一個去問了 那你為什麼 你僑民一個一個去問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全部的人都決定不要撤僑 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剩下的146個人 他們覺得說他們不需要撤 好很好 那我再請教 萬一 在非常緊急的狀態 需要立即撤僑的時候 我們外交部做了一定的準備 我們有做了一些準備 很好啊 很好啊 那這個就是表示說 只要你做了準備之後 萬一在那個瞬間 所以我要表達的也很單純的是說 這個決定 應該是由僑民來決定 你政府做一個服務人民的部分 是僑民他們決定現在不要撤 很好啊 很好對不對 那你緊張什麼呢 那我要再問的另外一個問題呢 我要再問的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好啊 對於以巴戰爭 對台灣的影響 是怎麼樣的影響 目前沒有影響 目前沒有影響 將來會不會有影響 將來有可能有影響 好 所以你對於有影響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會讓我們的國人 有因應的一個期間 還是你在最後一分鐘才講 我可以回答了吧 當然啊 當然我們持續密切的關注 不管是在經濟在能源 或者是在政治外交上面 我們都會持續密切的關注 只要有影響的時候 我們政府會有因應的措施 你很奇怪 這不是我問的問題 你就是別人問問題的時候 你不聽嘛 我問的問題是說 你會不會讓老百姓 有一個因應的期間 你是在觀察呀 不是只有你觀察 老百姓也觀察呀 所以我問你的問題是說 你以巴的衝突 你講說現在對我們沒有影響 我們講萬一他對我們影響了之後 你讓老百姓知道 你又來了 你別人講話你不聽 然後你回答的跟別人講 你講的不對我當然要回應一下 我沒有講的不對啊 記錄上面都是你在罵外交部這個那個 沒有啊 我現在問你的很清楚啊 白紙黑字 我剛剛已經回答了啊 你沒有回答 我問你說 我剛剛已經回答了啊 你沒有啊 包括撤僑你講的不對有時候 我現在告訴你說 你為什麼沒有回答 因為我問你的問題是說 你會不會 現在有沒有 你看你又來了 我就跟你講說現在沒有問題啊 你就是無聊 你真的無聊 先請李委員把問題全部剪完 部長你再回答 對 你用這個沒有辦法掩飾啦 沒有辦法掩飾你的無為 我老百姓要知道 這個是人身攻擊 我反對 用人身攻擊的方式 委員 你的答案實際上面就是這個樣子啊 你的實際上 我的問的問題是說 人身攻擊 你的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 不能夠用人身攻擊的方式 好 部長 時間很有限 時間也很大啦 所以我是覺得 李委員把問題提完 對 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會不會讓 用人身攻擊的方式 這個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可以評論 你這是可受公平之事 我不道歉 我現在問你的問題 委員執行不能夠用人身攻擊的方式 我現在是我的評論 我對你的評論 我對你的 這是人身攻擊 沒有辦法 達到目前我的問題很簡單 人身攻擊 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 我剛才問的問題很簡單 你讓老百姓知道 尾巴戰爭對我們的影響 有沒有給他一個足以因應的時間 有還是沒有 你在人身攻擊的過程之後 你必須要有所表示 你剛剛的問題我已經回答過了 你沒有 我問你 你有沒有讓老百姓有因應的期間 你在哪裡回答了 我剛剛已經回答了 我們都有一些因應的準備 你有沒有讓老百姓 有來得及因應的期間 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都沒有辦法被接受 不是我只要知道 他有沒有給老百姓 因應的期間 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你沒有說 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你沒有說 我問你 你有沒有給老百姓 因應的期間 所有的期間都讓你給用掉了 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你給老百姓什麼 你今天行政單位 不難道就是應該服務老百姓嗎 你給了老百姓什麼 你因應了 老百姓需要因應啊 你給老百姓因應的期間沒有 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這麼難開口 我剛剛跟你說過 到目前沒有 沒有任何的影響 你要因應什麼 目前沒有影響 你剛才講說 等到有影響的時候 如果有影響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有因應的措施啊 剛剛不是都說了嗎 但我請教你的就是說 你到時候有影響的時候 你有沒有給老百姓 你會不會給老百姓因應的期間啊 當然會 這剛剛跟你講的 就是會有一些因應的這些措施 那這些因應 你會不會給他其實的 讓他 你公佈了之後 老百姓有沒有時間去因應啊 你這個要拗啊 你連這個都要拗啊 你人身攻擊你也在拗啊 我人身攻擊是我的評論啊 這是可受攻擊之事啊 人身攻擊就是評論是不是 我這個在 我沒有人 第一個我沒有人身攻擊 但是我的評論是 你無能 你無為 你無能 我不怕啊 我不怕啊 這是憲法賦予我的權利啊 又來一次人身攻擊了 我絕對不接受 我的評論就是 你無為你無能 這種人身攻擊的方式 我絕對不接受 你 要別人 不要有這種評論 你就不要做 絕對不接受 你要別人 不要有這個結論 你就不要有無知無為 無能無感 你今天 不要有這些的 無為無知無能無感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跟剛剛回答幾位委員的問題一樣 我剛剛說我已經在做準備了啊 難道不對嗎 對 你在做準備 我是是懇求你啊 懇求你啊 讓老百姓也有因應的期間啊 你不要把所有的期間裡都用掉啦 好啊 那就這句話而已嗎 你需要這樣子老羞成怒嗎 OK 其實他們有掌握那147位或146位 現在大概一位 剛剛提的有兩種數字啦 那不管怎麼樣 這些都有密切聯繫 所以因應措施隨時都能準備好吧 OK 好 謝謝 謝謝